谈谈阿里巴巴 明天就会公布业绩 市场预期上季的收入会升3.6% 利润要跌3.4% 非供应会计准则的利润 也要跌4% 不过他们之前说了 市场也预期了 他们新增的利润和资金 都会投入在新业务 看到阿里巴巴今早的股价 都能够跟随大市做好 你觉得业绩之前可否吸纳呢? 业绩之前可能会大升的话 反而可能是减减房的机会来的 因为这类方望巨头 其实未来面临监管的风险 暂时都不是那么明朗 尤其是这类阿里也好 或者腾讯也好 现在的市场就开始关注 它之前是一些美术社企业的投放 因为看到其实阿里本身的业务 其实都仍然是稳健的 如果你说电商相关的那些 增长仍然持续的 至于互联网金融 整改虽然最终的方法未出台 但是预计出台之后 这方面的风险都可能会有所降低 现在唯一比较不明朗的 就是它之前可能投资了 多少未上市或者新兴制的企业 有部分会不会造成 它一个投资比较大的规算 如它之前投资了多少 一些博外培份的企业 整体市值可能就已经接近几千亿 至于几千亿里面 阿里占比是多少 还有它的后续是如何处理呢 如果那些企业如果要结束的话 会不会有机会那筆的投资 是完全不明朗的呢 这个我想市场后续会比较关注的 今次的业绩的具体数字 要收入多少或者是长期的益率是多少 反而市场就不是真的那么清楚 后续两点我想市场比较关注 第一个就是政客方向 第二个就是你在这方面的投资造成的规算 它在业绩之后或者是投资者的电话会里面 有没有机会较详细地去交代 这个我想就比较影响它后续的业绩 那现在如果从那个走势上去看 那向上如果是去到195至200元的水平 那可能是一个短线可以获利或者离场的机会 那向下其实就如果是超跌的话 其实都可以是一个短线的级纳的 例如它跌回近188至175这些位置的话 可以是做一个短线级纳 第一个就是高级纳1个高级纳1个的 冬川1个的 Jest 感谢观看